继续来关注本月初在伊斯坦布尔遇害的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事件的最新进展 布尔其总统埃尔多安昨天表示 卡舒吉遇害是有预谋的 他死于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 埃尔多安表示 土耳其又充分证据表明 谋杀卡舒吉的行动在其死亡前几天便已经开始 案发前15名沙特人分三批飞抵伊斯坦布尔 他们先与卡舒吉进入领馆 而根据美国媒体22号公布的最新监控画面显示 这15人中曾有一人穿卡舒吉的衣服 戴假胡子和眼镜 假扮卡舒吉离开沙特领馆 埃尔多安否认已经找到卡舒吉的尸体 他表示此案发生在土耳其境内 土耳其有权彻查此案 他同时呼吁沙特政府将逮捕的18名嫌疑人 移交图放审判 不过沙特政府还未对此做出正面回应 沙特国王萨勒曼当天重申 将采取措施对案件展开调查 并将对涉案人员追究责任 同一天 萨勒曼还和王储穆罕默德 在位于首都利亚德的王宫 接见了卡舒吉的家属 向他们表示哀悼